或者很多人也有提及 是否可以釋法就處理了這個問題 那就不要緊啦 他們就釋法啦 但是當時去到我們審議的條例的後期 就陳凡局長就有提出 他們會提早實施這個條例 因為這個條例裡面有一條就講到明 就是說如果內地口岸區 就是會實施內地的法律 亦都是內地的法庭才會有司法管轄權 就是意味著就算 換言之 亦都寫明香港的法庭的命令 就不會在該地生效 意味著就算以後的司法覆核 是就著這個一地兩檢 如果真的有一個裁決 是說這個違法違憲是不能實施一地兩檢的話 因為這條條例已經生效了 這個地方我們已經永遠 我看不到有什麼截止日期 就這樣就割了出去 所以就算法庭有一個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好的命令 或者比較理想的命令 在那裡都不會再生效了 這個可以說是香港 我們這個司法獨立 其中一個或者法治來說是一個最黑暗的日子 嗯嗯嗯 但是怎樣解讀它 真的要這麼靜悄悄去做這個儀式的呢? 當然很難解 很可能 這段時間有太多醜聞 又或者他們太多壞消息 都不知道怎樣擠出來 那好像今早早 昨晚 香港01就有說到 原來在這個高鐵站 即是西九龍站 原來還有B5層的 因為記者問我之後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我從來沒有聽過 甚至我對參觀都只是聽過B4 這麼多年來都從來沒有聽過 那麼我自己也翻查了很多很多的資料 那麼我看過這個鐵路時二小組當年 這個港鐵和政府半年的一個進度報告 包括還有夏靖民法官在2014年年尾 2015年刊登的一個專家小組報告 那麼還有包括政府在2014年4月自己當時 是擇成了這個 路政署去做一個獨立的調查 就是關於這個高鐵超之延誤的 那麼那裡從來都沒有提過 有B5層除了一板子 那麼我這個稍後才說 另外昨天也有出現了一個新聞 就是說一百元一個飯盒 我們還要包別人三餐 還是一千個飯盒 那麼前後要花一億 當然一百元一個飯盒 大家都會嘩然 但是最嘩然對我來說 就是為什麼那個消息人士 會知道內地執法人員有七百名 我們做立法會議員 連這個消息也沒有 不如說陳早莊 我們逐樣逐樣來吧 因為剛才你一次過 還有另外一位的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都在趕來 我們不如逐樣逐樣先說一下 剛才說了那個啟用儀式 你們都不知道 不獲通知 我今天看到一些報紙就問 如果他招9月23日那個開幕儀式 其實現在還未說 是不是會請立法會議員到 如果真的會請的話 其實你們泛民 或者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會不會出現這個開幕儀式 我的理解好像應該9月22日 有一個特別的 不知什麼日子 就是9月23日的正式市民 可以使用 我暫時沒有打算去 因為正如我所說 整個高鐵 我覺得是尋找香港人品 很多東西都走光 走光 最重要的是 硬要實施違法違憲的一地兩檢 其實是對香港的整個司法制度 以及我們的法治是有帶來一個永不能未補的損害 這一個我不覺得有什麼好慶祝 另外剛才你提到內地人員的膳食問題 因為有些傳媒報導說 因為高鐵的西九龍站內地口岸 因為消防安全的關係不能夠煮食 所以現在就說要安排內地的執勤人員 有些飯盒要送給他們 其實昨天有消息就是 會不會我們香港都要包呢 因為說成本差不多100元一個飯盒 每年可能涉及那個款項差不多1億 如果100元一個 因為那個年租是說1000元 10個飯盒已經頂了一年的年租 不過有最新消息說 港鐵那邊也說 其實這只是幫內地做單位做招標 那它就說 就應該是 據消息所說 應該是內地人員 就是內地人員的膳食 就由內地去承擔所需的費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解決到大家的疑慮 以及都沒有什麼爭拗位呢 其實我也覺得仍然是一個謎 第一 我也收到你 可能有些傳媒朋友收到的 就是他們昨天下午才出的新聞稿 第一 為什麼要搞足一天才會回答 我覺得很疑惑 因為今天已經上班了 內地執法人員是否不用吃 其實我應該要在這裡 我不明白 可能今天不是700個 不是1000個飯盒 但是都要吃 如果這幾天都能吃 是不是他們自攜 還是國內用6元可以幫他們處理 6元一個津貼 什麼都是一個謎 我只是覺得什麼都說 其實整理完了 然後其中一句很有趣的 他昨天說 如內地派駐機構確認接受招標結果 內地將承擔所需費用 就好像說 我幫忙招標 不關我的事 費用不會是港鐵給的 不像之前消息那樣說 但是我就問他 如果內地不接受呢 如果你不知道 我會知道的 今天就要上班 再做指標 那怎麼辦呢 不用吃 然後一會兒 港鐵有職員回覆我 他說 內地部門自行決定有關安排 我當然知道 當然是他們決定 你也說了 然後他說 港鐵不會支付相關費用 繼續在這裡 在重複它的東西 其實完全 我覺得整個安排很迷利 完全是沒有通報 好像事前沒有思考 突然間 那些人要吃飯的 這樣 飯堂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可以翻熱的 其實有 不用一定要煮 或者可以蒸 等等 其實現在有很多方法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內地執法人員 或者派駐機構 其實在香港 都在做事 你照顧他 我不是支持一地兩檢 但是你要考慮他的需要 我覺得這件事很正常 很應該的 為什麼會落到現在 今天要上班了 早兩天才爆新聞呢 然後還要昨天出過 即是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在做事 不止 我想我們香港人 連有多少位 內地執法人員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深圳灣口岸區 其實我們當年了解 保安局是很透明的 當年保安局很透明 2007年的時候 我的理解是 大概有一千零幾十名 當時一千零幾十名 香港的執法人員 是在內地口岸 即是在深圳灣口岸區做事 那為什麼今次就沒有 那個叫什麼 對等安排 即一千元你幫我爭取 到對等安排 那為什麼這些公開透明的資料 沒有這個對等的安排 那我就到現在 都不是很理解得到的 不過港鐵就回覆 香港01的時候 就澄清說 這些服務是應 內地單位的要求 作出安排 還有就是希望 近人有些新鮮的食物食 又可以保持那個熱度 那所以就有這個想法 還有呢 它說就是希望提供這個價錢 也都是內地暫時會確認接受的 暫時 就是希望他們會接受這個招標 這樣說的 其實究竟 我不明白港鐵 我想他們最重要就是 港鐵 總之跟大家說 香港人是不需要為這件事 埋單的 我知道他 當然他只是想說這樣的 但其實港鐵要提供多少服務 給這幫人呢 我覺得很神奇 還說要保溫 新鮮 怎樣 那是否只能幫他訂 七八個人訂一千個帆盒 就可以確保到這件事 我聽完 我真的覺得很迷利 還有我也有問過人 譬如說 我們飛機膳食 當然飛機差勿是大家最理想 但是那些都是做一些比較大規模 大批的膳食的生產 就算供應學校等等 我們理解是30元或以下 就已經有了 那為什麼成本要去到100元一個 當然就是通脹 咦 嘩 它全部打進去 你不可以有通縮嗎 那個可嘉可減機就是 我覺得是不是也太離奇 但是到最後他只有一句話 我不是香港人買單就可以了 這樣就解決了 但是是不是港鐵還要提供很多 去照顧這一批內地執法人員的 一些開銷呢 因為其實你幫他招標都要開銷的 都有成本的 港鐵 另外其實借這個機會都提一提 如果大家有留意上 上個星期 當然我們有這個交通事務委員會 政府就有發表了一個文件 就是關於這個1000元的租安排 以及關於提早實施的地量檢條例 當中是夾附了一個附件五 就是提到高鐵的營運成本和營運收入 那裡的營運支出和營運成本 是的 很籠統的 這類的東西可以說 因為本來它的營運成本 是列了幾項出來的 譬如維修等等 但是突然之間多了一項其他營運成本 還要佔總營運成本四分之一 但是在文件當中是完全沒有解釋的 那裡也沒有機會問 港鐵也沒有解釋 政府也沒有解釋 究竟這一塊錢是什麼呢 那是不是原本 如果凡盒真的要我們賣單 就會計算進去呢 我覺得有些事情 如果是香港人這樣的形式 去補貼高鐵的營運的話 無端端多了一個項目 叫做其他營運成本 而是沒有解釋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能夠接受的 其實港鐵說不用我們負責 或者他們不會給 會不會港府也有機會要給呢 其實整個高鐵的財務安排 我們看到其實整件事 到底都是香港市民去買單 都是我們納稅人去買單的 但是整個結構相當複雜 因為是涉及有政府 有九鐵和有港鐵的 可能在這裏解釋就會較為長 但是我們看完之後 其實現在政府就說 港鐵是因為營運高鐵 會計10年會給27億九鐵 因為九鐵租一條鐵 即是給一條鐵運運 但是其實這是一個 英文叫Net Off 即是一個對沖之後的數目 事實就是 港鐵要給107億九鐵 而九鐵就要給80億港鐵 但是我們看回九鐵和港鐵合併之後 是從來沒有給過一個先港鐵的 最多是給一些關於staff的開銷 為什麼無端端有80億 你要給一個幫你營運 即是投離營運的人 那這塊錢是怎樣計算呢等等 亦都是沒有 即是它是用一個 一個叫present value 那個discounted profit 即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突然忘了中文是什麼 即是喜歡計算這些數 但是我覺得這些大家都可以 我們會繼續勢救 其實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你說到 你連七百個 因為現在就說大概 就會有七百個的內地派駐機構人員 將會在高鐵通車之後 分間進駐在內地的口岸區執行 你說連這個人員的數字 你們都沒有掌握沒有資料 是不是你剛才這樣說 沒有的 我記得早前幾個月 星島曾經問過政府 政府大概是五百人 現在就變成七百 但是我想大家 在答案之前 我可以說一說 今天如果大家看南華早報 又有消息人士說 之前政府曾經 誓神劈軟過很多次 就說是不會有內地的執法人員 通宵在內地口岸區 即是不會留守在那裡 沒錯 但是根據內地的消息人士透露 是會有幾十人 即是可能會有幾十人 即是會在內地口岸區那裡通宵做 聲稱有一些設施 他們都要看著的 可能是維修、電腦、保安等等 但是這個無論是特首和陳凡局長 都誓神劈軟過 是說沒有人會通宵留守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而早在去年2017年10月 其實這個全真社 都曾經有一些相片 是說到有一些類似 好像宿舍那樣的房間 是被這些 擺在門口那裡 即是內地口岸區有些設施有些牌的 當時政府出來當然是否認 但是究竟那個消息人士是對的 還是政府錯 還是有東西改了 還是立法會議員不用知道 我覺得這些政府是不能逃避 不是不叫記者去看他們的交接儀式 就可以處理 我希望特首一會也有機會出來打咪 如果開行會的話 我希望他們都可以詳細和很仔細地交代 多少人 多少間 每間多少人 每個不同的執法部門 究竟派住多少人 然後還有 是不是會有留守過夜的 因為那個消息人士說得挺細緻的 甚至是有些 我忘記了是不是國安 我待會要看新聞 都可能是一個很接近 不如在深圳那裡 就可以用十幾分鐘來到香港 好了 跟著 剛才你說的不知道實在太多 另外一個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今天我們看到 有一個消息說 有一個西九龍站有一個圖則 原來出現了一個叫神秘的B5層 這個B5層 它有些通道可以貫通所有的月台 但這個B5層似乎 好像大家都不知道 沒有聽過 我想問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我都嘗試 我怕我記錯了 因為我一記得就是B1至B4 而就算我們在當時2月去參觀的時候 都是參觀到B4層 無論在過去的鐵路時小組 又或者是一地兩檢外審議的時候 包括那條條例的內地口岸區的圖的時候 都絕沒有提過B5層 當然當年撥款我就在這裡 但中間有四年我不是議員 都嘗試去翻查當中的資料 特別是鐵路時儀小組 政府和港鐵 應該是港鐵 每半年就要向立法會議員和公眾 匯報工作的進度 我就發現不到有任何提及B5的狀況 當然我後期都嘗試再去翻查更加多 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座證 去證明根本B5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可能我一會兒可以等到新聞回來 再講一講我看過什麼資料 再跟大家分享 非常好 我們很快就要休息一會兒 回來就會繼續講講這個西九龍 講講這個B5層 究竟陳索索可以看到什麼 歡迎大家繼續留在香港電台第一台 和港台電視3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時半現在由陳宇謙去新聞 大埔套路港公路出九龍方向 近運投堂村附近 一架電單車和一架私家車相撞 電單車司機頭部重傷送院時昏迷 事發在早上大約7時45分 受意外影響現場交通制塞 香港蔡馬會和香港教育大學去年合作 正式開辦為期一年的幼兒教育文憑 培訓老師專門幫助非華語兒童學習中文 第一批學生今年5月畢業 之前修緣有關先導課程 並到幼兒園實習的巴基斯坦裔學生 穆幸南說 很多非華語學生聽不明白老師的講話 非華語老師就可以為這類兒童講解 課堂的內容幫助他們學習中文 負責計劃的蔡馬會 慈善事務部主管應奉秀話 幼兒教育課程培訓出的非華語老師 協助到非華語學生和本地老師溝通 正在以色列訪問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 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會面 雙方討論到28,000名菲律賓人在以色列工作的問題 內塔尼亞湖表示 這些菲律賓人主要照顧長者 很多以色列家庭感受到他們的心意 杜特爾特表示感謝以色列聘用這些菲律賓人 並在菲律賓有需要的時候提供援助 杜特爾特又說 菲律賓和以色列有一些相同的價值觀和熱情 包括維護和平和保衛國家的熱情 他指一些人有腐敗的以色形態 只是懂得殺害和破壞 菲律賓和以色列一樣 不會容許國家被他們摧毀 國際足協年度最佳球員最後三強公布 他們是葡萄牙的基斯坦努朗那道 克羅地亞的摩定和埃及的沙拿 曾經5次獲得這項薯榮的阿根廷球星美斯 就榜上無名是超過10年以來的第一次 今屆由哪一位球員獲獎 今月24日在英國倫敦公布 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日報 22,641點跌65點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 港元7.85 日元110.97 瑞士法郎0.97 澳元0.72 加元1.311 新七能元0.66 人民幣6.826 英鎊對美元1.286 歐元對美元1.161 倫敦金會安市買入1200.04美元 賣出1200.17美元 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 大致天情和嚴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 最高氣溫大約32度 吹和換西南風 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 今個星期後期有幾陣驟雨 現在氣溫28度相對濕度83%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道 早晨 DiDi和你講中壞車 黃竹坑景孝道近鄉業道對出有壞車阻路 這段景孝道實施單線商程行車 現在黃竹坑景孝道近鄉業道一帶交通比較擠塞 較早前情長道到觀塘方向近互蝶谷道 快線交通意外已清理好 現在只影響到程長道觀塘方向 近互蝶谷道一段比較車多 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 較早前近新峰花園交通意外已清理好 現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龍 近新峰花園對出一段交通回復正常 隧道方面情況洪隧港島入口 告示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 堅拿到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萬線下灣仔 排到收費廣場對出 九龍入口公主到過海去到愛民村 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尖沙咀 車龍排到學園街 家事居到過海龍美渡船街天橋近果欄 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 龍美東九龍政府合處對出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擠塞 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美博康村 大陸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礦場 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美電話機樓 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 深淺水灣道去黃麗聰俠俠道比較擠塞 淺水灣道龍美排到37號對出 深水灣道去黃麗聰俠俠道 車龍排到南風道回旋處 東區走廊西行落中環 車龍在城市花園 在九龍新舊青水灣道諾平石都是慢車 新舊青水灣道諾平石去彩雲村 舊青水灣道諾平石排到德望學校對出 渦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龍堂會一段擠塞 車龍排到聖佐治大廈對出 太子道東去觀塘 近彩雄道一段慢車 龍美在九龍城回旋處 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 近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行車會慢 龍美在沙田污水處理廠 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勞公署 香港電台第一台合辦 職安健常識問答比賽 2018名人邀請賽 9月8日下午2時 在香港電台第一台錄音室舉行 參與的藝人包括 鄭俊宏、谷子橋、劉浩龍、徐嘉晴、 吳葉昆、戴祖兒 還邀請到立法會議員 鄭詠迅、邵家俊、周浩鼎一起玩遊戲 宣傳職安健 想收聽精彩過程 記得留意9月25日精明1點節目 我們需要你的參與 才可以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創出新景象 政府現正為2018年施政報告 進行公眾諮詢 我是林鄭月娥 歡迎大家就我接下來 這份施政報告發表意見 我希望和大家同行 共創未來 policyaddress.gov.hk 2018年施政報告公眾資訊 2018年9月4日 一地兩檢條例今起實施 內地人員進駐西九龍站口岸區 亞運代表返港 劉光華指 政府將投放600億支援體育 中大學生會會長 與物習慣不公義 校長企和平表達意見 緬甸兩名路透社記者 報導羅興亞人人道危機 判囚七年 歐美應得譴責 千禧年代主持鄭婉明 歡迎大家回到千禧年代 我們剛才說關於西九的新聞 之前說香港01 拿到一份在2011年西九龍站的設計圖 發現原來總站不僅有五層 而是有第六層 他們稱之為B5的神秘樓層 據知B5的流程是一條快速通道 讓內部職員透過這條通道 通向上層B4的月台層 所有月台 港澳也恢復香港01 說這個流程只是一個後勤的通道 現在說在B4之下 因此標示為B5流程 我們今天請來兩位議員 可以跟進一下這件事 究竟發生甚麼事 知不知道為何會有B5流程出現 我們有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 也有經民聯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大家早安 早安 剛才在陳淑莊以前就說 她正在為了這件事情 昨天翻查了很多資料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其實那個情況你所知道是怎樣的 好 我所知道的就是 我不知道有B5我就是知道 有地面第一層是買票 第二層是過關 應該是入境的 接著B3是出境的 B4是月台 當然託運在哪裡發生 但大致上是這幾層 但為什麼突然來了B5 因為我有四年不是議員 而那幾年其實也有很多事發生 包括要追加撥款 所以我去嘗試看了幾件事 第一就是看回當年 因為港鐵當時需要每半年 在鐵路時小組匯報 高鐵進展的情況 它有交文件 會提及由工程開始 一路進展 因為有很多地方可能會涉及 然後中間因為要追加撥款 發現要超之延誤 曾經 運防局 要求盧政署 做一個獨立的調查報告 這個調查報告 是在4月2014年出發的 接著當然 有夏靖文法官領導的 一個專家小組 也在2014年的12月 預備好一個報告 就是在2015年1月出發的 這幾個報告我都嘗試去調整 包括會議記錄 或者會議的資料 還有中間有一個新聞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當年有議員去參觀高鐵的地盤 當年的蘋果頭條 也曾經說過 消失了的B4層 當時發生什麼事 就是港鐵在鐵路時小組 就說有B4層 已經掘到底了 說明底是B4層 但是其實還未掘到 那時候當然是未爆超之延誤的事 所以幾樣東西我拼在一起看 當中發現 特別是政府出的文件 當然是最老實的 應該 剛才說到獨立報告 由盧政署撰寫的 在第27版 有說明 因為西九 涉及兩個合約的 西九總站 不好意思 西九有兩個合約的 一個是810A 有禮頓粉 一個是810B 有新槍粉 這兩個大家都很熟 這幾年 而當中也有說明 英文叫Scope of Works 在810A 就說明 他說要掘 和興建西九的站 不好意思 是B1B四層 他豁湖寫明 Lowest at B4 level for train platform 這個就是他的寫法 810B的合約也是這樣形容 所以我們議員一直以來 可能一會兒 梁美芬議員就更加清楚 我不是議員 那幾年的時候 究竟鐵路士兒小組發生了什麼事 梁美芬你知不知道 我的印象 都是去到B4層的 但是 如果從他現在提到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漏 因為我不是特別參加鐵路士兒小組 我是牽涉到西九的 我就會去參與會議 當中會不會他有些事情談過 但是如果從他現在說B5 很可能他是屬於一個 working level的一個 等於我們有時候立法會 我記得那時候佔中 突然間 我們都不知道 原來有一條通道 就是我們可以開車 不知道怎樣 截完就能夠出去 因為那些人堵住 立法會的出口 那是否這樣的性質 我也認為 港鐵應該清楚一點 去講B5層 但是我如果聽他們這樣的回應 應該是像一個working level 就是emergency 是緊急的時候 支援車站維修 或者是消防緊急通道使用 但是因為你知道現在的情況 整個問題 我想無論是沙中線 現在高鐵要開通 其實整個問題 都是交代的問題 有時候未必是那個實質的問題 所以最好他們就開城佈工 本來沒有東西的東西 你先說清楚 不要被人有機器 涉入去 覺得又出了什麼問題 現在他是一個 有這樣的信任危機在 所以如果譬如說 我都給一個benefit of doubt 會不會他有提過 有些東西是一個純粹工作人員 他們可能大家要接耕 或者有其他東西 我都不太清楚 具體 但是你也要說清楚 如果沒有特別提過 也可能是因為大家沒有注意 因為大家的注意 都是去到所謂英文 train platform 即是去到公眾可以去 或者人人看到 變成是否大家都有漏了這件事 或者他報告的時候 亦都是特別小提了這件事 我覺得如果現在 既然大家 既然是 注意到這個問題 他便說得清清楚楚 當然我另外再看 夏靖文法官的獨立調查報告 當年他們那個獨立專家小組 有聘請到有些類似秘書處的人士 幫他們去處理一個 整合了一個review 這是一個檢視的 當中看過很多政府的文件 亦都有看過監核顧問的報告 港鐵提供的資料 而當中他們亦都有一個緝錄了 就是港鐵向立法會每半年的進度報告 而當中我亦都有去核實過 當然趙劑就沒有理由錯了 那個報告就包括在2013年的10月22日 又或者是2013年的5月24日 都是不停地重複那個西九龍站 即是如果是挖掘的話 只不過是由B1到B4 究竟B5是誰挖掘的 即是在合約那裡我又不知道 是否僭建我也不知道 你鄭若驊也有一個地庫 那究竟B5是甚麼來的 他又說得好像很實在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看過圖則那裡有2.5米高 那究竟有多大呢 作用是真的用來做甚麼呢 既然不是內地口岸區的話 我們議員是否可以去參觀呢 那為甚麼過了這麼多年 那兩份合約 剛才810A和810B 是在2011年判出的 亦都出現極嚴重的延誤 那究竟這個和B5有無關呢 那即是當時就算 我要說 我是看到有一份文件 還要是在我剛才說的 一個是Highways的報告裡面 他是拿了監核顧問其中的 每月報告裡面的其中一版紙 出現過有B5這個字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B5的 我想現在在這個問題上 就只有等港鐵去 再公佈到 港鐵和政府 一直在這件事裡 我認為都是一個交代的問題 交代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主動交代 減少很多疑問 如果不是剛才是陳淑莊 我當然會說這麼多 但其實就是一個問題 他好像在B5的問題上 可能在立法會 有沒有詳細去討論 其實就是這個問題 對嗎 將來他們這些應該掌握機會 將來他們有什麼 還在第一 不是 你還有派 20日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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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四號 其實主動是很重要的 好 我不是反對你的 在這個問題上 港鐵是應該 和政府是做得不好的 那你就補飛了 麻煩你 再轉下去 現在也是這樣 好 不如我們再說說 除了這個 大家不知道的B5層 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我看到星島日報 今天也說到 因為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 今天凌晨起 正式開始設立 他們就說 據他們了解 內地現在會用限制 嚴重失信人的制度 去乘搭高鐵的 即是有一個叫做 失信人名單制度 說的是什麼呢 就會隨著高鐵開行 這個制度都會引入香港 譬如在高鐵香港段的列車裡面 如果你吸煙 又或者嚴重的 擾亂鐵路的一些運輸的秩序 又或者造成嚴重的社會的不良影響 總之不合資格去使用 這些人士的優待票等等 即是不應該有優待票 你就去用那些 都有機會被列入為這個黑名單 在三個月至半年之內 就會被禁止購買高鐵車票 他了解港鐵曾經和內地商討過 這個北上列車 可不可以不用這個有關的制度呢 他說不過好像內地就覺得很難去妥協 還有對方都說 屬於國家的政策 就很難在北上列車那裡去豁免 兩位 梁美芬給你說 對於這個失信人名單制度 你所了解是多少呢 還有運作上我們有些什麼 我們應該要注意的呢 失信人名單 你看怎麼叫的 黑名單 那些市民容易明白 其實就不是很特別的 可能我們聽到很多的 如果在內地 你是曾經有一些 所謂的行為不檢的行為 你就算在公共交通那裡 你又要接高鐵 又要實名制去買票 他一向都是這樣去實踐 反而你剛才說的就是 究竟在現在有牽涉到香港 因為高鐵是香港和內地的 那會不會可以有個例外呢 我認為 反過來他就會覺得 因為我們早一陣 北京也提過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包括買票 或者其他在高鐵方面 他都提到一樣 他說這一方面 我們是整個國策 不可能只是香港這個站 因為你跟著那些乘客 就進來我內地 不可以說你香港 就覺得他是沒有問題 我內地就覺得 他經常都不接受我的規管 我就不喜歡去服務他 所以在這個問題 不只是這些 你吸煙 或者曾經製造過騷擾 或者其他 他是用全國的角度 去看高鐵的問題 這個包括我們一直要求 希望半嫁 就是小童和60歲以上 或者長者 他都是同一個答覆 就是我其他省份的人 怎樣 我不可以只是 你香港已經這麼富裕 那你就還要這麼特別 所以這些是需要一段時間 考慮的 是要平衡 他內地各省市的所謂利益 大家要平衡 那是不是我香港 就不用用這個西上人名單 你那些人就可以 互作非為 在他的眼裡 他就不能接受 我想請教 如果真的行這個名單 據你了解 是由那個乘客 譬如我們這樣 一進去月台 開始計 還是上了車 開始計 還是車 離開了香港的境 開始計 是應該怎樣的 還是踏入一個站 又要開始計 我相信上了車 就是 即管就是哪裏 總之 在內地 我們已經劃分了很多 很清楚 你去到內地負責的管理區 就是內地的做法 問題就是 尤其是哪個人上車 不會去到內地口運區 叫他下車 所以唯有用同一個標準 這個人上不了他的車 簡單地說 那不如你買不到票 好過了 不用煩了 是嗎 梁美芬議員說的 我都能夠理解 這個就是為什麼 大家明白一地兩檢的代價 亦都接通全國 當然 無論 其實你在香港坐飛機 你要去別人的地方 你都要守 你都要守別人 預先的法律 即是你上飛機 你去美國 有些東西真的不能戴 或者行李箱有特別要求 那你就要知道 那個相關的情況 這個是理解的 但是當然 我們最不希望的 就是因為一些政治因素 就認到變成了 你是一些黑名單人士 其實我連入境 都可能 都沒有試過在任何交通工具上面 構成任何的滋擾 或者擾亂秩序 那無端端就跌入黑名單 我想這個是香港人最不想的 那這個是一些 類似政治審查 就多過你真的 用一個政治行為去 用一個你自己的行為去決定 你是否進入黑名單 所謂的黑名單 就哪個口岸都有 哪個國家都有 列入不受歡迎人士 又可以 未必完全政治 總之它列入不受歡迎人士 所以這個名單 所以我認為 就算你在買票那裡不做 它的口岸都一樣會做 如果它本身是屬於 它不歡迎你的人物 它就會不讓你入境 所以如果你說 你買了一張票 浪費了些錢 去到國關的時候 才又扔出來 我自己個人 反而從香港這些乘客來說 你不讓我買票 你不要浪費我的錢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通報機制 能不能夠這麼一致 因為買票始終是另一個部門 除非它全部大家的資料互通了 入境 即口岸始終它掌握的資料 是多很多的 一般來說 因為你買票那些 是不用掌握這麼多資料的 那究竟會不會在這一方面 因為一地兩檢 和高鐵這個安排 它就索性做了一致的標準 讓人們不用買了票 都不能入境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都存在 但是它不一定需要這樣做 你只要買票 但是入境你進不了 就像平時去羅湖那樣 那個實名 你坐到 你實名你用名 但是那個實名 就是它要互通才行 入境的資料 未必肯給它們不同部門 但是執法的人員 會有什麼限制呢 本地的執法人員 內地的執法人員 雙方都要在 還有那個的細則 大家應該怎麼看怎麼做 應該才比較合夥 是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要跳開 就是好像說 因為現在一棟樓 所以這麼近的口岸 其實它的做法 就完全跟普通的口岸一樣 那些執法人員 各有各做 跟回自己 香港也有不受歡迎人物 我相信 通常大家那些 逢是入境 都有這些很清楚的人 他究竟是否有刑事 或者是通緝犯 這些全部都一樣是這樣的做法 不會因為高鐵那個方便 在一地兩檢裡面 他就會有特別 不會的 如果現在進不了內地境的人 你去到高鐵那個 一地兩檢那裡 他一樣 我認為都是扔出來的 他不會讓你進去的 所以執法人員在這方面的訓練 是等同於他在內地 譬如你在羅湖 那個海岸 他的名單那些 完全是一致 當然這個是他國家的資料 是國家層面的資料 也不一定香港的保安 是知道的 但是我認為 在一地兩檢 既然大家這麼緊密的合作 為免大家有誤會 因為我在立法會都是很強調 那個前線的執法人員的訓練很重要 始終大家有不同的準則 即是他們的不受歡迎人物 和我們不受歡迎人物 考慮的標準可能都有不同 這樣的時候 會不會真的有時候 在執法上都會出現 不會的 國與國之間都有很多這樣的爭議 那你這個前線的人員才是最重要 政府有回覆我的 那天我問這個問題 他說應該是很清楚的 陳犯局長說 高層已經說得很清楚 但是我就提出 高層清楚 就不一定去到前線清楚 通常出問題 最重要大家要清楚 通常出問題 就是在前線的執法人員那裡出問題 我想說一說 關於這個名單 應該只是在國內生效 是否我們香港又要在香港的境內 就算是高鐵都已經要接受了這個名單 香港始終都有出入境自由 究竟去到哪裡處理 究竟在香港賣票的時候 當時就處理是不是你想呢 還是去到 因為你買票 不讓你買 其實到最後 是令到前線的工作人員 在香港 工作人員又做了磨心 還是去到交道去到內地 是非買不到還是怎樣 我覺得對我們這些不明白 這些名單的人來講 就是普通市民來講 究竟有些什麼行為叫做是呢 我覺得政府 無論這個是託運也好 無論是寄存也好 在說行李債市 這些黑名單買票 到今天就快要20天 都不夠就開了 但是我們仍然是一無所知 對議員來說 內地執法人員有多少人 多少班 我們完全不知道 是不是政府或特首有責任 去解釋一下 這麼多的疑團呢 還有我有一個疑問 如果我們這一邊口岸 有這些內地人的名單 其實會不會大家都要公道 我們香港人的一些名單 是不是也要交回內地 讓他們都有這個相關的支援呢 我真的是 就一定是要相互的 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 是相互的 但是那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討論的 這個是香港 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的 究竟你是想在高鐵買不到票 還是去到口岸 但是一件事 他們是不同部門的 所以我剛才說 你想這樣也未必做到 可能他也是一定要你照買票 去到口岸 因為他有不同的資料 去到口岸 他掌握的是國家機密 可能會隨時 但是鐵道部 通常是沒有這個角色的 可能你想他也未必做得到 不同部門的 我想對香港市民來說 最怕是飄移龍門 今天就這樣 明天原來不是這樣的 法就擺在這裡 規也有在 但是原來 撿起來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可能是時鬆時緊 我想我們就最無所適從 所以如果有些新鮮事物的話 既然高鐵旅港路這麼暫身 這麼快捷 這麼便利 這些東西最容易就產生誤會 我覺得政府也有需要 詳細向市民交代 還有我不知道梁美芬怎麼看 我覺得立法會 那天的小組 我們那個委員會 其實時間真的很短 政府還有很多事情未交代 我不知道能否找到 易志明議員 會否突然覺得 醒了 突然覺得有需要 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 特別的會議 在高鐵開通之前 因為實在太多事情未交代 梁美芬 你覺得有什麼要跟進 剩下不太多時間 我覺得剛才提到 兩地人員的工作編排 是應該清楚 這些透明度高是好的 另外就是 即使剛才提到的黑名單 或者怎麼樣 那個標準 大家講清楚 我覺得都未嘗不可 其實牽涉的人一定是少的 如果你清清楚楚 也不會影響其他大部分乘客 當然大家都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曾經試過 有一些擾亂的行為 或者其他 但如果你是列清楚一點 起碼大家就會知道 大家都明白 也有些人會自己 或者在口岸的時候 也遇到不能進去 那些已經有試過了 好 那可能你買票 會不會有出現的問題 謝謝兩位 今天早上謝謝梁美芬和陳實章 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上午9點現在有陳宇謙去到新聞 廣心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 今天起實施 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 改為實施內地法律 運輸的房屋局局長陳凡 和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臨職 下午午夜在西九龍站 主持內地口岸區啟動儀式 內地人員將會進駐執勤 一地兩檢關注組召集人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表示 議員完全不知道有舉行啟用儀式 當局也沒有通知傳媒採訪 他出席本臺節目時又說 政府早前表示 內地執法人員不會在西九龍站過夜 但南華早報報道就引述消息人士指 每天在午夜時分 鐵路服務關閉後 仍會有幾十名內地人員通宵 留在內地口岸區執勤 以便維修和保養口岸區內的設備 陳淑莊希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交代事件 大埔套路港公路出九龍方向 近溫濤唐村附近 一架電單車和一架私家車廂 撞電單車司機頭部重傷 宋縣時昏迷 香港賽馬會與香港教育大學去年合作 正式開辦為期一年的幼兒教育文憑 培訓老師專門幫助非華語兒童學習中文 第一批學生今年五月畢業 之前修緣有關先導課程 並到幼稚園實習的巴基斯坦裔學生 穆幸南說 很多非華語學生聽不明白老師說話 既然是周邊時數有焚園 在網路上接路時代衛生